老師我對他這麼好 我追著女人追了十幾年了 為什麼這又嫁給別人 你要我怎麼回答呢 因為就對你沒feel嘛 你跟你客戶講說 我這麼認真的提案對不對 那麼認真你要的東西我勾給你 這為什麼選擇跟別人合作 掛線 挨著 這是人生啊 我說努力未必有收穫 首先這兩個人應該聽過 第一個 你要別如何帶你就要如何帶人 聽到嗎 你要別人追蹤你就要追蹤他之類的 其實這個原則喔 不然對你的老闆 對客戶 對你媽媽 對老師 對孩子 你覺得絕對成立的請舉手 OK 來舉手的人請你幫我看旁邊 是不是有人沒舉手 就代表可能不是絕對成立喔 因為至少他就不這麼認為 當這個世界上面 有人跟你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覺得委屈跟吃虧 什麼意思喔 你看這一段喔 你要別人如果帶你就要如何帶人 如果認為絕對成立可能覺得 你要別人做這你就要尊重他 還問大家 你有沒有在吃虧當中遇過 你也尊重他 他還是不尊重你的人 一定有 你有沒有遇到有一種人 你對他熱烈好言相勸 他對你二言相向 有沒有這種人 有 有沒有你剛剛想跟他分組 他就不要 有對不對喔 照這個公式 就是你要別人愛你 你就要愛他 合理嗎 來看看你MV同學 看著他跟他講 如果我愛你 你會愛我嗎 來跟他講 有些人說 我要想一下喔 不好意思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對不對 還有人你愛我是你的事 我愛愛你是我的事 課題分離 對不對 但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尤其我在做諮詢輔導的時候 大部分人來找我的 都是感情的問題 他們都會想這件事情 認為 老師我對他這麼好 我追著你的追了十幾年了 啊為什麼這又嫁給別人 你要我怎麼回答呢 真實的答案 他一定無法接受啊 為什麼啊因為 就對你沒Feel嘛 Feel 什麼叫Feel 很難解釋 對不對齁 所以你看 如果你一直覺得 我這麼對你 你也你一直這麼對我 那你就會覺得委屈 而且沒有人本來就應該要 因為你對他好 他就要對你好 在這上面特別是這樣 OK 你跟你科目講說 欸我這麼認真的提案 對不對 那麼認真你要弄去我都給你了 這為什麼選擇跟明年合作 跨線 孩子啊這是人生啊 我不懂 真的不想長大知道嗎 所以孩子真的 有時候努力未必有收穫 你們也是知道嗎 今天先讓你爸媽先上了一課 不然我們再到這公司 你覺得隨便成立嗎 你要別人給你錢 你就要給他錢 這不是更不合理了嗎 來看著你的ABC走 你看著他跟他講齁 如果你給我錢 來跟他講 我會說再來再來再來 對嘛 對不對 所以 不是絕對成立的 叫做看情況 好看情況 而且你不能夠 因為一直這樣想 欸我都對你這麼好 你怎麼這樣對我 尤其做父母的特別是這樣 我遇到好多人都說 老師那我孩子 可能他要什麼 我都給他 到最後呢 哇這麼不孝 對不對齁 離家然後呢 說我對他不好之類的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我就拿這句 要跟他講 你對他好是你自己的選擇 他要不要回報你 那是他的選擇 就這麼簡單 OK齁 事情就是這樣 OK 好 來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 插體面 大家心裡是不是越來越沉重 可是真的齁 有的時候 真相就是這麼殘酷的 好嗎 OK 來 極左撲一撲持育人 這就要總對了吧 各位剛剛你的想法 或者是現在的想法 是 絕對成立的請舉手 來 絕對成立的 這一排人 痴迷不穩 OK齁 但他們兩個很可愛 一舉手 欸你們呢 還有人剛剛 兩個人都是絕對成立 現在只有一個人舉手 欸欸欸 你背叛我 對不對 唉呦 你們看到今天這邊 這些人應該已經很社會化了 是不是 而且你們這些人表情 一副剛剛有些人在討論 明明就是絕對成立 然後一啪 我看這個時候還是不要舉手好了 其中必有詐 各位有沒有這種狀況 你自己不要的 你還是加注在別人身上 老師我才不是這種人呢 真的嗎 來喔 問各位要誠實喔 你曾經捐過發票給別人過的請舉手 看你旁邊只要有舉手 跟他講說你好有愛心 來跟他講 幫我提醒他喔 那個可以對講的呢 唉 手放下 你曾經捐過零錢給別人過的請舉手 唉 我看你旁邊跟他講說 你怎麼那麼棒 來跟他講 幫我提醒他 那個可以投飲料的呢 手放下 你曾經捐過 舊運回收 支援回收 給那些回收的阿桑的請舉手 對 盤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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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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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不給別人 那就糟了 我以前念經濟念得不是很好 因為那個時候 我大的時候就做補習班老師 大三就來學配音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 我三個都很想睡覺 就是很合理的 但是呢 只有一堂課 老師舉到一個例子的時候 整個就醒過來了 因為我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鬼呢 那個時候在教貨幣銀行學 他講到貨幣 然後講到改方賣方在成交 然後轉一堆東西 大家都覺得聽不懂 很想睡 只要他講的時候 好啦 我相信這個你們聽不懂 我講簡單的例子 買賣商工會成交 都是因為 己所不欲 卻失於人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本來在睡覺 欸 聽錯了吧 然後很多人跟我一樣都醒過來了 老師就說 啊哈 不懂了吧 買賣商工會成交 你今天買到你要買的東西 都是因為 己所不欲 卻失於人 然後下面就覺得 欸 怎麼會 就他老師很厲害 用很簡單的例子 就讓我們弄痛這件事了 各位同學 你們今天這次的早餐 你跟美而美的老闆買得到早餐 怎麼買到的 就是美而美的老闆跟老闆娘 做了一堆他不要的早餐 去換取你不大需要的零錢 兩個人 兩個人都把自己不要的給對方 就可以成交了 所以呢 一個公司 電腦公司就做一堆他不要的電腦 對不對齁 保險來源就是一堆保單 就是他不要的 但是呢 他覺得你要就是不簡單 了解嗎齁 所以呢 來 我就看你旁邊的夥伴 看著他 跟他講 如果你不要錢 來跟他講 我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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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有一種狀況在職場當中 很多會怨自己的主管 怨自己的老闆 可是三個字叫做不得已 自己不要的還是會叫做別人身上 沒辦法 為什麼 你有一天當老闆你就知道 他到底在煩惱些什麼了 罰錢的人跟領執人相反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齁 不得已 舉例 如果一個主管 其所不欲都不失於人 這也未必是好事 星期五 大家都很想要下班 對不對 我們剛剛也下班 不想加班 這時候工廠出了問題跟狀況 這時候主管 因為這個民眾說 抱歉 我也知道大家不願意加班 我也不願意 我想趕快回去陪一家人 然後我知道有人想要去看歐爺的那個 這個副友秀 那 抱歉了 因為這些事情事情很大 我們今天一定要趕快處理完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供提時間 一起趕快把這些事情處理完 我們就可以一起趕快找你下班 知道極所不欲確實於人很合理 難道一個主管要這麼做嗎 呃 算了 你們都回去好了 可是主管 這個事情這麼大條 你一個人怎麼辦 沒關係 極所不欲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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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你看不出來 你沒得到這種常態 OK 而你就這樣 爸爸留給你 沒有留給你負債 已經對你滿好的了 OK 你看看 我就每天給他看一些社會新聞 就是哇 那個賭的 強姦的 還幹嘛 傷害自己子女的 你看 他就覺得喔喔喔好感恩 爸爸對我很好 了解嗎 永遠要給他看這種東西 OK 很重要 身上求追求 我不能陪他一輩子嘛 他就找一點人去屬 未來要怎麼樣活著 懂得多寬鬆 野獄 實在很昂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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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